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市場都相當古惑 高開完之後 很快 高開完之後 其實有一股彈得很不錯 但是一到了下午回來的時間 整個走勢逆轉 到尾市更加要跌市收場 今天大家是不是有點洩氣 看著市場 感覺上好像都很不老禮 都明白的 因為問心我自己看著市場 都覺得市場搞什麼 還有很多股份上次都升得很好 下午已經全部打活圓形 而且還要是那邊差的 科技股也是 我也覺得市場比較濕 不過當然 你說市場很差 形勢上是很差的 但是市場會不會有大跌的可能性呢 暫時 看著23,800 但是 要再升 我想這個星期的難度 難度 在於是今天星期有很多 央行有意識 也有影響 其次 就是本身整個 大方向 好像都很一般 其實今天的時間 但是你見到 我們說 A股也曾經升過上位 又比不差 你說過這邊 自己這麼不生性 我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 股份方面 也跟大家說一下 各別的股份 好像順域那些 其實出貨量是真的差的 所以如果它跌呢 我反而覺得它跌得少 跌得少 全部都頑皮的 那我星期五 即是上星期五的時間 在LOW的節目 晚上的節目上都說了 是差的 但是今天的股價 未必會太頑皮 因為最主要 就是看那些行業的說法 其實信譽一向都是 業績出來的數據差也好 那些行業之前的時間 都還會說是去護行的 例如說可能 差不重要 之後會好 甚至乎 你今次也是 今次出來的數據之後 其實反而 有些行業說 夏天會好好的 OK的 今次可能現在差一點 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 就是說 它差 差到今年最之前的時間 定下來的指引 都達不到標 所以 你說它有股價 跌了 怎麼說 跌了下去 我真的算跌得少 如果回到今次的數據去看 除非 業績 都還是很對版 如果不是 我不覺得它的股價 這些位置 是直撥的 不直撥的 另外 你看回一些 你說其他股份 其實今天 有些ATMX那些 全部都頑皮的 那 我想 騰訊的好一點 但其他那些 都是一般的 另外 也可以說 這個 是一些 地產股 又是差的 西貿房 我以前都看得到它 但是 它最近的跌勢 真的有些跌到 叫做Stump 都荒謬 好像以今天為例 今天其實你看到它跌下去 我也曾經在想 有什麼事 都在網上 找一些東西 類似 看到公司都說 什麼 有些 這些 這些時間 有些消息 變成了 整件事 真的要再看 但是 內房這個辦法 我都不斷強調 不要留著 不要留著 真的要等 而且 真的要等到 可能整件事 明朗化之後 才再部署 都未遲 現在似乎 好像那些 叫我便宜 但便宜 也有 更便宜些 你見一些 物館 內房 全部都跌到 那些 很值的 古籍上面 真的很吸引 但真的 都不敢搏 所以 大家都是 再 等一下 真的不要急 反而 剛剛提及到 今個星期 本身有很多 央行意識 例如 聯儲局 英倫銀行 然後 又有 歐央行 日本央行 所以 真的 大家 今個星期 都要打醒 十二分精神 上個星期 美股的走勢 其實都是強的 亦仍是很強的 但今個星期 因為這麼多事情 會發生 變相之下 遇到美股也好 匯市也好 都會很波動 大家都要綁緊安全帶 知不知道 另一方面 我上個星期 都說 美股 如果再加倉的話 都會加美股 今天有個朋友 都有聊天 一些行家 都會問我 覺得 現在 廣告很便宜 因為 估值去計算的話 是很便宜 我很同意的 如果你計算估值的話 現在這一刻的廣告 真的很便宜 但你真的不敢上 不會去買 所以 大家現在 都真的 給點耐性 等等 真的不要急 入市也真的不要急 有朋友留言 我都 不要 說聲 不用客氣 因為 最主要的就是 我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意見 但是 1083 就不要管他 我覺得 基本面子 我真的慢慢管他 雖然公司 是說做新能源 這些 但是 再進步進步看 會好些 最後 不如說商湯 商湯 現在 就算是 上回市 反映氣氛就差 而且 你也是這樣說的 但公道一點 他不能上市 因為他本身 突然間 那件事 我覺得他要加進去 招股書裡面 因為招股書 變相之下 他會被披露不足 披露不足的時間 變相之下 你要多加一些資料 去招股書裡面 即是叫做 風險披露 加一些東西 所以他這一刻 暫時不上市 我覺得做法是合理的 但是 這件事是比較簡單的 只不過 你說招股書 可能加一些相關資料 之後 其實你再重新上市 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 你說公司 他本身 真的 叫做什麼延遲 即是說 他自己的目標裡面 連絡再上市 其實這件事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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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如果再招股時間 假設定價 再低一點的話 反而我覺得可以再厚厚 雙湯 說真的 你說現在 可能因為外資不可以買 但是忍著 忍著想 他們不買 很多內地資金會買 變成一些基金會買 所以 我覺得其實 反應 可能未必太差 即是下一次嘗試 所以 大家也可以留意 雙湯之後的情況 但對廣交稅的幫助我們 都不會太大 你說有沒有也好 還有 之前也說過 中概股回流 廣交稅是有幫助的 不過 暫時來說 都是短線 而且 市場氣氛又差一點 所以現在 都未必是一個 叫入市的時機 大家也可以再等一等 知道嗎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先說一下 因為市比亞瑞 都沒有什麼焦點 還有 今天也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 今天不講太長時間了 所以 明天 大家再見 明天 希望市場好一點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明天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